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在国际的焦点 这香港经传了双阴尸案 两具男阴的尸体被分别浸泡在两个玻璃罐内 就放在了出租房的客厅里面 这起案件发生在香港新界屯门区的一处出租的公寓 因为租客长达半年没有缴房租 这屋主就收回房间之后 请来清洁工打扫时突然发现 在客厅有两个玻璃罐 里面分别浸泡着各一具男阴的尸体 清洁工下得立刻报案 这警方也逮捕了两名二十多岁的男女 疑似就是婴儿的父母 其中被捕的男子是有黑社会的背景 警方也透露两具男婴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 这年龄介于24到30周左右 这法医将会比对婴师还有两名犯血的DNA 确认双方是否有亲子关系 美国航太公司平流层发射系统 9号在这加州的外海首度 成功完成了极音速无人机的动力发射测试 从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 全球最大的巨型飞机 从这空中释放一架极音速无人机 这架编号为泰龙A的无人载具 自主飞行之后 速度达到了5马赫 也就是音速的5倍 也标示这家明英航太公司 进入了新的里程碑 这架极音速无人载具 它配备了有液态燃料火箭引擎 无人机最后安全掉落在了加州外海 而目标是研发出可以重复使用的极音速无人载具 未来将可以在地面上安全降落 美国的海空军都已经资助了这项企划 而乌战争引爆二战 已来着欧洲最大的规模战争 这近日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在白宫的一场会议当中 他亲口承认 说美国提供乌克兰武器 让他们自我防卫 对美国的经济来说是一项利多 因为给美国的国军的工业部门 创造出了更多就业机会 而乌战争爆发刚满两年之际 美国不但没有劝和促谈 反而是不断加码对乌克兰军援 一再为俄乌冲突火上加油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在白宫内部会议公开承认 俄乌战争对美国经济来说 确实是利多 奥斯汀也吐出真心话 美方卖武器给乌克兰 要自我防卫 美国不出一兵一卒 为美国工人制造不少就业机会 更令人吃惊的是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光是过去两年 也就是俄乌战争期间 美国军工业武器订单 就大增17.5% 国会一项对外援助法案价值高达950亿美元 其中的600亿就拨给乌克兰使用 一名美国官员称 这600亿美元中有64%将会再回流到美国军工业 对于美方来说简直是一举两得 有分析就指出 俄乌战争是刺激对外军售盘升的主要原因 更创下二战以来美国对外援助的新记录 美国这番赤裸裸的表态 不禁让外界质疑 美国为了经济繁荣 让乌克兰彻底成为炮灰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就痛批美国 从军火到能源再到农产品 他们都在乌克兰人民的痛苦之下 赚取战争财 尽管教宗方济各今天表示 乌克兰应该拿出举白旗的勇气 透过谈判结束俄乌战争 但如果美国继续从中搅局 恐怕也很难停止这场 永无止境的俄乌冲突 记者综合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 她在新加坡举办演唱会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粉丝前往朝圣 不过7号一架从大陆的江苏无席 飞往新加坡的航班发生了延误 其实机上坐满了泰勒斯的歌迷 空姐为了让众人消气 她还激情现场 影片当中可以看到空姐透过了机上广播表示 我唱一点点就好了 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吧 并坦言自己有点紧张 旅客见状还鼓励她说 别有紧张歌词我们通通都会 这周南就透露了 这空姐一开口唱歌 全场也跟着大合唱 所以她特别拍下来 大家都很激动跟着一起唱 原本不开心的情绪都没有了 很有活力 这飞机也很快就顺利起飞了 首支在俄罗斯出身的大猫熊 克丘莎 8号载着莫斯科动物园 首次看公众见面 当天一早呢 莫斯科的动物园熊猫馆外 就排起了长长的人龙 民众都想要争夺她的可爱模样 太可爱了 这圆滚滚的身躯 幽懒地躺在牧床上 除了莫斯科本地居民之外 还有从外地赶来的游客 就为了一堵这恪求啥的风采 美国灯宏拜登7号 在国会山庄发表了任内 最后一次的国情资文演说 但是又再度被川普团队给恶搞 剪辑出各种拜登出球的影片 推出广告嘲笑拜登恐怕活不过 2029更合成贺锦丽在一旁善效 拜登阵营反枪川普病态 疯狂估计重施 并将年龄化为优势 说自己知道如何办事 我不是一个年轻人 这不是个秘密的 但这就是事 我明白为美国人的事情 为美国人的事情 60秒的影片中 拜登随后宣扬自解政绩 包括带美国走过疫情 引领美国经济等 接着话风一转 反风川普认为 总统的工作就是要照顾好川普 但影片发布不到四个小时 立刻再被川普回击 48秒的影片开头 川普团队复制拜登影片开头 却盖上灰黑特效 接着剪辑一连串 拜登出球影片 包括跌倒 摔车 空气握手等经典事件 猛攻拜登年龄问题 模仿拜登结巴 川普再一次嘲笑 拜登无能有认知障碍 狂人形象也让从影超过 40年的奥斯卡影店 劳博迪尼洛看不下去 在脱口秀上再讲 川普简直就是怪物 自己永远不会试验他 重话批评川普没救 喊话选民投票给拜登 今年美国总统大选 尽管民调显示 选民不乐见拜川再战 等几乎笃定 还是会有两人争夺白宫大位 11位大选之前 不论选民是否愿意 两人唇枪舍战 恐怕还会持续上演 记得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